原和平导演的太极宗师里 无精师用的五根手指 但依照他的五角造一三指 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大家请先先弄清楚一个是 单双手完全两回事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就像李连杰只能单手三根手指做 却不能两根 而且这应该是致敬李小龙单手二指的那段录像吧 普通人如果要练 从十个手指开始慢慢剪掉手指 最后就能做到三指俯卧撑就到头了 李小龙经常锻炼之地 这是一种适合实战的搏击技巧 唐山大兄弟李小龙 就是用这一招戳死贩毒地老板 手指从对方肋骨之间的肉拔出来 十个血淋淋的手指 简单粗暴 堪比尖刀 1983年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场 在少林寺拍摄少林与海灯 图为海灯表演一只蝉 这是真正的少林功夫 不可否认对比上面的功夫明星们 这个少林和尚的少林功夫 意志神功难度大多了 这一根手指该承受多大的压力 中华武术让人叹为观止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啊 这是真正正的一天